玉立镇中正路上一间五金行 14号晚间6点多发生火灾 由于是联动的木造建筑 延烧迅速 波及到其他六栋房屋和三辆轿车 后续将近两个小时 火势才被扑灭 镇长公文局在第一时间 慰问关怀受灾户提供必要的协助 大火猛烈 吞噬整个房屋 看好看好 钢铁县城的消防人员 铺设水线与火活动 不过由于附近为联动木造房屋 大火迅速蔓延 情况危急 玉立镇中山路 这一栋五金行 14号傍晚不知何故突然窜出火苗 大火来得猛烈 火速延烧 联动约拔户民宅 也波及到了停在路旁的三部车子 玉立镇长龚文郡 里长吴超成也到场关切 第一时间慰问关怀 还会受灾库 公主的地方 你找什么用 原来你是不是都会人家参与的 或者到家里人家在那里 我想公主目前是这样 那八部的这些民众 如果今天晚上在住宿上有问题 我们公主会及时的移动 这个安置者移动 如果只需要住宿 可以即刻跟公主来做联络 这把无情大火烟烧将近三个多小时后才被控制住 但已经烧毁了八栋木造房屋以及三部车辆 所幸这场火灾并未传出任何人员的伤亡 而至于踩损以及火警发生原因 目前消防火调单位也正深入调查厘清 记者是玉兰玉璃镇采访报道